黎存世曾经有过一番名秀,败战工程,新唐灭粮,工业之盛,虽然他工程名秀,但是很快的他就变得昏庸无能起来,竟搞一些没用的东西出来,重要的是都不把百姓和士兵的安危当回事, 就以他这一种性格和处事方式,他的位置真是难保啊,而把他拉下位的竟然是一个赌徒,因为是一场士兵聚众赌博,让这些事情都一激烈的发生了,黎存世曾经派遣为周氏族抵御契丹人的侵袭,并答应结束后,给士族一定的赏赐,还让他们回乡与家人传员,结果他们接到命令说,要留在当地屯田,不能回去, 然后还要种田,士兵们像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,更何况还是答应够的事情,黎存世把这些士兵留在贝州,却不肯赏待他们,真是挖坑给自己撬,没多久以后,掉坑里去了,这些士兵们贝州种田后,既不能打仗,又不能团圆,日子顺势无聊,于是聚众赌博, 赌博基本上都是靠运气,有赢就会有输,有个叫黄府辉的输了钱,未翻北再赌,竟然好战了老友发动战争,抢劫贝州,当然黄府辉还算是个会用头脑的人,知道人多力量大,于是用跟家人团聚,来吸引士兵们的心和注意力, 相比这是最好的幼儿,因为大家都想回去,没多久之后就有成百上千的人,一起作战知道自己没有经验,不够能力去带领,找了不少人来带领,可惜没人愿意,相继被杀了,等到赵在里被抓,出列时,害怕被这些叛徒所杀,于是走一步算一步,黄存世知道赵在里,黄府辉要造反之后, 觉得只不过是士兵在而已,没有当回事,只派了袁行前前往评判,没想到袁行前竟然制服不了他们,黄存世最终被郭从前所杀,竟然是一些赌徒士兵,把黄存世给打败了,真是让人使料不及